郭文貴議員 我首先要感謝各位這麼多年來 全力把宮廟串連起來 共同協助轉介急難個案的訪市 並且辦理各種慈善活動 大家跟政府一起合作 把政府的力量延伸到 有些政府沒有辦法做到的地方 我要代表政府 對各位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最近我經常到各地去訪市 到地方的時候 我一定到宮廟去 一方面向我們的聲明 來請求我們國家可以平安 人民可以也健康 宗教有著安定人心的力量 政府更要努力 讓人民都要能夠安居樂業 當然做的事情也要跟大家來討論 需要跟大家來做說明 我們的宮廟就是民間信仰的中樞 宮廟就是大家常常聚集的地方 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是最多人討論公共事務的地方 所以要了解基層的民意 就一定要到宮廟去 求神保平安 聽人講意見 尤其是很多政策需要宣傳 需要種種親自講 到廟墊來講 是最公開的宣示 未來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夠繼續支持我們各項的政策 我們一起為臺灣社會來努力 最後我也要祝福臺灣道教門派聯合總會 振興道務 紅圖大展 謝謝大家